土北县是和平省最困难的县份 该县也是遭受水灾影响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由于部分地区处于极高的滑坡风险区 必须紧急撤离 因此入干学校已被迫暂停上课 奔着迎难而上 攻坚克难的精神 土北县政府各团体组织 尤其是教育部门 以及是安排学生到附近教学点上学 在接到省河县领导的指示后 我们将人民的全部财产撤离出滑坡危险区 本区各所学校的所有活动暂时停止 我们也安排学生转移到其他安全地方安全上课 保障学生学习免受中断 学校领导及时接受了从山体滑坡风险区32名学生 并为他们安排安全的学习空间 按照家学计划正常上课 土北县已制定方案 被搬迁居民的家庭进行土地和住房规划 同时计划将高山乡 山体活泼风险区的教学点 搬迁到安全的地方 以保证教育教学的质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